二十七号正在新加坡进行访问的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出席英国巨库国际战略研究所的活动并发表演书 他指出中共在南海侵犯国家主权并表示美国正在与台湾合作加强台湾的战备能力遏制威胁和胁迫 奥斯汀在新加坡的访问行程当中与多位官员会面 在与新加坡国防部长黄永宏的声明当中双方同意持续扩大双边伙伴关系维持区域稳定 接下来奥斯汀还将前往越南和菲律宾进行访问 与此同时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也将在27号抵达印度进行他任内的首次访问 布林肯将与印度总理莫迪、外交部长苏杰生和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会面 出发前布林肯在推特写道 我期待与我们的伙伴磋商进一步合作 支持我们在印太地区和中东地区的共同利益 根据国务院的公告 布林肯将会与印方讨论一系列议题 包括应对COVID-19、印太地区事务、民主价值观和气候危机等 路透社报道 布林肯此行也可能会讨论四方安全对话、面对面峰会的计划 另外,美国复古勤选曼在结束蒙古、日本、南海以及中国的访问行程之后 也在27号访问位于阿拉伯半岛的阿曼 新唐人也在电视张此林综合报道